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老师 我知道 小爱 你说说看 这是山 这是山 而且它是大山 对吧 对 来 让我们一起来念大山 这张图片 哇 好壮观啊 谁能告诉我们 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呢 为什么又太阳又有月亮 哎 没错 阿蒙 你说对了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单词 日月 日月 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 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 这个是一月 一月 这个是二月 二月 这个是三月 三月 这是四月 四月 五月 这个是五月 五月 这个是六月 六月 特别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堂课的学习内容 这个字面 这个字面 日 日 树 横折 横 横 书写时是先里头 后风口 日 它的生母是翘舌音 它是太阳的意思 这个字面 这个字面 月 月 铁 横折 横 横 横 第二话是横折沟 这个字面 山 山 树 树折 树 第二话是树折 书写时是从里到外 山 它的生母是翘舌音 同样也是翘舌音的 是 石 兮 横 铁 树 横折 横 这个字面 田 田 树 横折 横 树 横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 看谁 做得快 截止到目前为止 小朋友们 我们已经学了好多的汉字了 想想看 我们如何能从一个汉字的表面去掉一话 然后呢 构成一个新的汉字呢 比如说 谁能告诉我这个字念什么来着 啊 这个念日 你说对了 小爱 日 如果说去掉一痕 它念 口 口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好了 游戏开始了 看谁做得快哦 第一个字是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大 阿蒙 大 那去掉一话 去掉哪一话呢 去掉一横 去掉一横 那就变成了 一个人 一个人 特别好 下面开始的是 这个是白 你说对了 小爱 这个字念白 那它去掉哪一话 变成了另外一个字呢 去掉第一话 第一话是那个横 然后就变成了 白 特别好 好了 下面就剩最后一个字了 准备好了吗 开始 这个是木 阿蒙 木去掉哪一话 变成哪一个字呢 它去掉里面的一横 去掉里面的一横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日 就变成了日 非常棒 阿蒙 你说对了 这一路就变成了日 就变成了日 就变成了日 了 到我去掉里面的一横 再次变成了日 去掉里面的一横